我帮你剃 这里可以吃一个月了 莲子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呢 在网上的话应该叫陶金娘 然后上次我在朋友家 在他阳台看到两颗 长出了那个莲子 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奇 因为以前小时候 想要吃莲子的话 都要上山去摘嘛 现在居然阳台都能种了 所以我上个月回来 就在山上挖了一点回来种 我觉得这一棵这个树形比较好的 到时候它长了叶子出来 应该就比较好看 差不多都种活了 因为这种叶子 除了这一棵 这一棵是连叶子挖回来的 这些都是把叶子修掉的 这些都是重新长的叶子出来 我们到山上来 再找一下树形 比较好一点的 然后剪几个 比较粗壮的一点回去 然后扦插 看一下能不能扦插成功 挑这种已经打过果的回去 如果扦插活的话 应该一年就可以打果了 先剪这么多回去试一下能不能种活 能种活的话再去找一些大一点的 这个山的话最大的就是这种的 这种就是三年树林左右 大家知道为什么我 懂它多少年树林吗 因为这座山 三年前是放火烧过的 沟里挖回来的泥 然后剪成一节一节的 这个是带头的 应该比较好活 这个扦插的 不知道能不能活 因为看到网上的方法 不知道对不对啊 泡这个生根水 生根分 总共16颗 能不能存活的话 就半个月以后见分小 这个要是能发芽出来 应该会比这些要好看 因为这些太小了 这些要粗一点 这个厨房的瓦面已经塌了 然后我想把它弄一下瓦面 然后这里面装一下 然后把厨房搬出来 因为这里有两间 然后一间当厨房 一间当饭厅就挺好的 就里面刷一下墙 然后来装一下门 因为我屋内的那个厨房的话太小了 进去不要出来 就是这里 这里这些横梁 都断了断了好几根啊 然后用这些木在这里撑着 那里面已经漏水了 然后奶奶把它围起来了 刚好在家里面有空 本来我打算这两天就开始动工的 但是我奶奶说 因为农村这边的习俗的话 要看一下日子才可以 不能随意的开始动工 把这个小房间清理一下 因为明天会加入两位新成员 以后才就住到这个地方 这里面以前是个厕所来的好多蚊子 奶奶在这里烧灰 然后拿去浇菜的 清洗干净 然后给它消毒消毒 等明天晾干了就可以入住了 知道了吗 好 好 好